從星座排行榜來看一下 這個談戀愛的時候 尤其是她的熱情 最快給她冷卻下來 是什麼樣的星座排行榜 問一下我們的唐老師了 好 這個就要從太陽跟金星來看 那這個太陽星座呢 裴玲是處女座 金星是在獅子座 那隨堂是天秤座 那你的金星呢 是在這個處女座 所以你們都有處女座 一個有獅子 一個有天秤 我們來看誰會不會去得快一點 好 太陽金星第五名 如果落到了 獅子座的話 裴玲撞顯了 還滿準的 還滿準的 就是助援能力還滿快的 那我們說這個談戀愛 熱情冷卻這個部分呢 就是當她覺得兩個人 是已經在談戀愛了 之後呢 其實獅子座 馬上會超前的想到 那我們要怎麼相處 總不能一直在那種 很熱情的談戀愛 那個小路亂撞的期間 不可能永遠持續 其實獅子座會很務實的想 就是下一步就是我們要開始落實了 比如說大概一個禮拜 見個幾次面啦 然後你平常就不要再這樣 跟我講那些話很肉麻 我不要聽 所以會覺得你冷卻得太快了 主要是因為穩定下來了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名 太陽金星如果是落在 摩羯座的話 也是屬於冷卻得很快的 它會不會是因為太震驚了 它本來就是一個 不太容易熱的星座 真的很慢熱 對 而且它很恆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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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它的熱情 是為了呼應你 如果你讓它覺得 好像它這樣子是很不應該 它就會稍微熱情一點 所以當你們兩個的交往 你自己也比較沒力了嘛 就是說我們已經熱情過後 你已經過了 對 那它也樂得回到正常生活 它就開始非常的無聊 比如說你們兩個 一起坐在客廳就是看電視 對 它絕對不會跟你提議說 我們去哪裡走一走 你要說去哪裡走一走 它還會說 可是天氣很熱耶 可是那裡人很多耶 可是這樣會流汗耶 它就有很多那種 可以不要動就不要動 那它的 繼續當它的石頭 對 可以坐在那邊不動 真的喔 它的浪漫就是 它都陪在你身邊啊 然後出去的時候 會牽你的手啊 偶爾會跟你撒 偶爾會跟你這樣貼得很近啊 這就是它的 對你的好和熱情 嗯 了解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名 這個冷卻得很快的是誰 太陽 清清如果是落到了 水瓶座 我知道水瓶座它是很慢熱 其實它也是算慢熱的對不對 它也算慢熱 然後重要的是 它是跟你完全相反 就是你很熱它就冷得很快 那如果你冷它就熱 對 它就熱 怪了耶 真的很怪 這個很難配合耶 是啊 那所以咯 所以當你跟它談戀愛的時候 一定是你很熱嘛 它就覺得它要調節那個溫度 你那麼熱 那我就要冷一點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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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天天都希望跟它見面 它就會跟你講說 它其實也沒事 但是它會拒絕你 它就會說 我有事 我們明天再見面 因為它覺得你太熱了 不行 對 不行 好痛 所以要跟水瓶座 永遠保持熱戀的話 你就要永遠有一點冷 裝酷 裝酷 就當壞女人啦 對 讓她愛妳多一點 這樣知道怎麼對付水瓶座了 可是妳不能裝太酷喔 妳又要讓她知道有希望 妳太酷的話 她會覺得 妳好像對我沒興趣 那也許她的目標 善意什麼都是要表現啦 對 她的目標就會轉掉了 所以妳要開始學摩羯 橫溫 走橫溫路線 我們來看第二名 這個溫度冷卻得很快的是誰呢 太陽 金星如果落到了 牡羊座 牡羊座很熱情是因為 它還沒有到達下一階段 譬如說它追妳追妳追妳 追到了 就到了一個階段 對 可是之後呢 另外一個階段 就有另外一個階段的做法 譬如說跟你交往 好 交往它就有 不會像追妳的時候那麼熱情 追妳 妳都不見她 她可能就在妳家留下等啊 去接送啊 她都很願意 可是交往以後呢 就沒有那麼勤快 但是她基本上還是會有那個 一定程度的熱情 一直到結婚 嫁給她之後她是個 就很願意工作 然後負責任的老公 但是可能就是不太會理妳 就已經 對 因為她的事業 她的焦點就轉移到事業了 因為階段性目標達成 妳已經被她追到了 她再來就跟妳相處 所以妳就會覺得判若兩人 對 之後她整天都睡公司 妳這個女朋友 她就也沒時間接 或接的時候 快快快 上來上來 我幫妳帶回家 然後就又走了 就是之類的 所以我們來看第一名 這個冷卻很快的是誰呢 太陽清新 如果落到了 黃嘉謙跟黃老師 雙子座 真的嗎 其實我也可以很熱情的啊 是的 雙子座就是這樣子 很討厭喔 熱情的時候非常熱情 可是冷的時候 就忽然間很冷 我承認啦 有啦 真的喔 那雙子是屬於那種 它的冷跟熱 在妳的交往過程中 會反覆好幾遍 妳懂我的意思 就是不會說熱了之後冷 然後之後都是冷 不會 它是熱了之後 忽然間冷 冷就是也不想接妳電話 也不想接妳 或者是很悲觀 我們分手算了 可是如果你答應她說 好 那我們分手 她忽然間 妳好像又覺得妳有去起來了 妳知道嗎 或整件事情又有去起來了 對 我們不要分手 我們要在一起 我真的是這樣的人耶 好無事耶 對 會反反覆覆好幾次 我真的太反覆 因為我都是要看對方 她的反應 對 如果說對方很合我的胃口 然後妳又根本有去對不對 兩個在一起超好玩的 我個人會非常熱情 可是如果說對方突然覺得 怎麼那麼遜啊 怎麼那麼無聊啊 我就冷了耶 這我叫運動路線啊 真是真的 所以熱的時候很熱 冷的時候就這樣一塊體 真是真的 真的 所以雙子的人 會讓另外一半捉摸不定 而且她忽然間變冷 妳也不要那麼灰心 因為也許有一天她又變熱起來了 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也許是事業很成功 她就開始熱起來了 對就是我們的 跟妳有沒有變好也沒有關係 對跟妳變好 跟什麼都沒關係 只是因為和我的痛 對